障碍北施 障碍北施比赛是指参赛队利用北施的飞跃、滚帆等娴熟技术动作 以跳跃、穿绕等形式 通过场内所设计的器材和障碍物 完成特定竞赛内容的一种比赛方法 竞赛场地为20米×20米的正方形平整场地 参赛队自备符合国际规则要求的北施参赛 A区设高0.7米、长2米、矮横篮两个 1.5米正方形桌面 高0.8米的方桌三张 品字型摆放 铜锣一面、锣锤一个 3.8米的高立柱一个 B区设2米的庄柱七个 C区设4米低条岸一组 D区设0.25米、0.5米、1米阶梯桥两组 长4米、宽0.2米、高0.5米的独木桥一组 每支参赛运动队不得超过5人 双师4人和影师员1人 竞赛内容示范 参赛队听到点名后 影师员带领双师在齐连线外 行抱拳礼和武师礼 进入赛场 影师员逾越前滚帆飞越横篮后上高台 双师紧跟飞越横篮 师头上平台两侧落下 而后坐悬上悬下动作飞越高台两侧 影师员后空帆跳下高台 带双师进入壁区 影师员双师从1号庄柱外侧 开始依次绕过1至5号庄柱 双师做双师护越滚斑动作三次 绕过6号、7号庄柱 进入C区 影师员带领甲尸跳上低条岸一端 侧空翻下地 甲尸以尸同时做尸头左右180度跳六次 完成后 听影师员口令 同时跳下条岸 地面侧滚斑 跟随影师员进入地区 影师员带领双师 第一次飞越障碍物 右者再依次通过独木桥 然后再带领双师第二次飞越障碍物 进入A区 影师员先跳上高台挂球 取螺锤跳下 甲尸紧跟着跳上高台叼球 夹腰旋转1080度 掏球给影师员 影师跳上高台 甲尸踩尾尸造型 影师员接抛球后 跳上高台踩尾尸后击螺 计时比赛结束 影师员带领双师跳下高台 双师摘尸头 和影师员 面向裁判长和观众 行鸡公里 带上尸头跑出场地 屏风细则 凡出现以下错误 每次增加5秒 由临场裁判员执行 1.组合中出现失误 严重、明显、轻微失误现象 2.踩边线出界 3.碰倒、移动、损坏器材 4.少钻、少穿、少跃器材 5.规定动作次数距离不够 6.规定动作错误 7.动作顺序 规定方位错误 8.动作与各区具体要求不够者 其他错误由裁判长执行 1.运动员进退场礼仪不够者 每出现一次增加10秒时间 增入完成时间之中 2.起跑犯规 第一次起跑犯规 给予警告 第二次起跑犯规 取消比赛资格 3.没有完成整个比赛内容 中途退场者不予评分 4.少做一组比赛内容 不予评分 5.参赛队未按规定路线 完成竞资内容 不予评分